今日财经快报 股价暴涨6.40% 地利斯股价暴跌5.06% 美股翻身不灵 三大股指全线转跌 国河耶行暴跌6.81% 1.64美元 盘中暴跌 CarParts Com股价崩5.03% 0.83美元 达达集团股价暴跌5.22% 1.27美元 百通公司股价暴跌5.10% 海川证券暴跌5.08% 0.286美元 老虎证券股价大跌5.04% 3.49美元 美联储狂野之旅刚刚开始 股债市场需警惕 Bolt下化线Bio Therapeutics 暴跌5.08% 下面播报详细内容 美股反弹熄火 纳指暴跌170点 美股周三大跌 三大指数悉数收跌 投资者继续关注美联储的降息前景 与二季度财报 前美联储三把手称 需及时降息 九月会议可能降息五十几点 道指跌234.15点 跌幅为0.60% 报38763.51点 纳指跌171.05点 跌幅为1.05% 报16195.81点 标普500指数 跌40.52点 跌幅为0.77% 报5199.51点 英伟达收盘大跌5.1% 超微电脑股价重挫于20% 爱比赢跌13.4% 苹果上涨1.25% 基准十年期 美国国债收益率继续攀升 上涨五个基点 至3.94% 芝加哥期权交易所波动率指数 VIX最新报28.3点 周三早间一度下跌至22点 远低于周一该指数 曾经达到的65点 分析师认为 美股反弹的持久性 仍有待观察 未来可能仍将处在动荡时期 WTI原油飙升2.8% 突破75美元大关 美国WTI原油周三收高 收涨2.03美元 涨幅超过2.77% 收于每桶75.23美元 美国原油库存下降370万桶 汽油库存增加130万桶 Middle East局势紧张升级 石油输出国组织及其盟友 继续执行减产计划 均提振油价 WTI期货价格因此得到支撑 创下每桶75.23美元的新高 小鹏汽车股价 轰跌5.06% 小鹏汽车股票价格 暴跌5.06% 暴6.86美元股 成销量762.829万股 换手率0.81% 振幅5.96% 最新的财报数据显示 营业收入9.11亿美元 净利润-1.90亿美元 每股收益-0.20美元 毛利1.17亿美元 适应率-4.65倍 在机构评级方面 72%的券商给予买入建议 23%的券商给予持有建议 5%的券商给予卖出建议 小鹏汽车股票所在的汽车制造行业中 整体跌幅为1.76% 小鹏汽车公司是中国领先的智能电动汽车公司 产品主要针对中国乘用车市场 终端到高端市场 日益增长的精通技术的中产阶级消费者 2023年销售了超过14.1万辆电动汽车 约占中国乘用车新能源汽车市场的2% 消息层面表示小鹏汽车销量遇足 全年目标完成度仅两成 不及预期 前6个月 小鹏汽车的实际销量仅为5.2028万辆 距离目标上有较大差距 云米科技 股价暴涨6.40% 云米科技 VILTS 股票出现波动 股价急速拉升6.40% 爆1.08美元股 成交量12.0723万股 换手率0.18% 振幅6.89% 公司近期财报显示 实现营业收入3.52亿美元 净利润-11.95百万美元 每股收益-0.17美元 毛利80.38百万美元 市盈率-6.09倍 机构评级方面 暂无建议 云米科技所在的家具家电行业 涨幅为0.62% 相关个股中 Trager Inc Aerobot Corporation 云米科技涨幅较大 Aerobot Corporation 基瓦尼科技 Sleep Number Corporation 较为活跃 振幅较大的相关个股有 Trager Inc Energy Focus Inc Aerobot Corporation 云米科技公司主要提供智能家居产品 包括智能厨房产品 空调系统 洗衣机 热水器等 通过其平台 支持物联网 IoT技术 蒂利斯股价暴跌5.06% 北京时间2024年8月8日30.02分 Telis Inc股价突然下跌5.06% 报价4.50美元股 换手率0.11% 振幅5.51% Recently released financial data shows that the company's revenue was 116 million US dollars with a net loss of 19.62 million US dollars and earnings per share of minus 0.65 US dollars all rating agencies give a hold rating with no buy or sell recommendations the overall decline in the apparel retail industry was 0.38 percent Among related stocks, Allbirds, Inc. and Victoria's Secret saw larger gains Children's Place, Carter's, and Digital Brands Group, Inc. were more active, with turnover rates of 2.62%, 2.18%, and 2.12%, respectively The stocks with larger fluctuations included Allbirds, Inc., Lulu's Fashion Lounge Holdings, Inc., and Rent the Runway, Inc., with fluctuations of 42.93%, 13.41%, and 11.18% 每股翻身不灵,三大股指全线转跌 每股周三尾盘转跌,道指跌210.78点,降0.54%,爆38786.88点 那指跌120.72点,降0.74%,爆16246.14点 标普500指数,跌26.86点,降0.51%,爆5213.17点 英伟达大跌4.4%,超微电脑股价重挫20%,爱比营下跌近15%,苹果上涨1.5% 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攀升五个基点至3.94%,芝加哥期权交易所波动率指数下跌,但仍保持高位 分析师认为,美股反弹的持久性仍有待观察,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前景仍是市场关注的焦点 国合银行,暴跌6.81%爆,1.64美元 爱国者国家合众银行,PMBKS股票出现波动 股价快速跳水6.81%,爆1.64美元股,成销量997股,换手率0.03%,振幅2.84% 最近的财报数据显示,该股实现营业收入16.25百万美元 净利润-29万9千.00美元,每股收益-0.08美元 机构评级方面,暂无机构对该股做出建议 银行行业整体涨幅为0.43% 相关个股如Long Depot,Inc,探路者合众银行,澳北银行,涨幅较大 爱国者国家合众银行公司为康涅迪格州和纽约州提供消费者和商业银行服务 产品包括支票账户,储蓄账户,货币市场账户等 盘中暴跌 CarParts Com股价崩5.03%爆,0.83美元 CarParts Com,Inc,PRTSS股票下跨线Price Plunge 5.03% 股价快速下挫5.03%,最新报价为0.830美元股 成交量137.061万股,换手率2.39%,振幅9.59% 该公司最近财报显示,营业收入1.44亿美元,净利润-8.69百万美元,每股收益-0.15美元,毛利43.92百万美元,市盈率-1.93倍 机构评级方面,33%的券商急于买入建议,67%的券商急于持有建议,无券商急于卖出建议 在汽车配件行业中,该股整体跌幅为0.18% 相关个股中,Ncwell Tech,Inc,CWTS3107-2029,Tupercom,Re-Automotive Ltd,Forset Autonomous Holdings Ltd,涨幅较大,Luminar Technologies,Inc,Ncwell Tech,Inc,Solid Power,Inc,较为活跃 达达集团股价暴跌5.22%1.27美元,达达集团股票价格8月8日早上大跌5.22%,收入1.27美元股,承销量43.2546万股,换手率0.16%,振幅5.97% 据财报数据,达达集团实现营业收入3.41亿美元,净利润-45.63百万美元,每股收益-0.17美元,毛利85.10百万美元,市盈率-1.25倍 机构评级方面,有33%的券商给予买入建议,56%的券商给予持有建议,11%的券商给予卖出建议 在互联网零售行业中,达达集团股票所在行业整体涨幅为0.63% 相关个股中,Revolve Group,Inc,Kidpik Corp,Globally Online Ltd,涨幅较大,Jumia Technologies AG,Kidpik Corp,FredUp Inc,较为活跃 达达集团是中国领先的重包配送服务商 核心业务包括达达快送和京东道家JDDJ 截至2022年,达达快送占收入的34%,京东道家占其余收入 达达集团与顺东同城等其他物流公司竞争 在配送业务上与滴滴竞争,在按需零售领域与美团竞争 百通公司股价暴跌5.10% 北京时间2024年8月8日2048分,百通公司股票出现波动 股价快速跳水5.10%,暴91.54美元股 成交量18.4795万股,换手率0.45%,振幅8.20% 财报数据显示,该股实现营业收入6.04亿美元 净利润49.04百万美元 每股收益1.21美元,毛利2.17亿美元 市盈率19.48倍 机构评级方面,71%的券商给予买入建议 29%的券商给予持有建议 无券商给予卖出建议 该股所在的通讯公司行业中 整体涨幅为0.62% 相关个股中,吉莱特卫星网络 康姆泰克通讯 塞尔港网络涨幅较大 Seata Mobile Inc. AST Space Mobile Inc. 应用光电较为活跃 百通公司主要业务是提供信号传输产品 分为两个部门企业解决方案和工业解决方案 业务涵盖美洲、欧洲、中东和非洲和亚太地区 海川证券暴跌5.08% 保0.286美元 海川证券MTCS股票昨日出现波动 股价快速下锁5.08% 目前保0.286美元股 成交量21.4959万股 换手率0.11% 振幅8.14% 公司最新财报显示 营业收入86万9935.00美元 净利润-4.31百万美元 每股收益-0.05美元 毛利数据暂无 市盈率0.61倍 机构评级方面 暂无机构对该股作出建议 在软件服务行业 整体涨幅为0.07% 相关个股中 Latertech Holdings Inc. CWTS 21-12-2028 DatChat Inc. CWTS 和708-2026等涨幅较大 T-Step Inc. Lightest Technologies Holdings PTV LTD Tresto Automation Inc.等换手率较高 海川证券公司提供基于互联网的技术服务和解决方案 拥有两个经营分布 主要从顾价分布获取收入 提供市场数据服务和投资者关系管理服务 老虎证券股价大跌5.04%报 3.49美元 老虎证券TIGRS 股票8月8日2045分 突然跳水5.04% 截至发稿报3.49美元股 成交量110.326万股 换手率0.70% 振幅9.40% 该公司最近财报数据显示 实现营业收入78.95百万美元 净利润12.33百万美元 每股收益0.08美元 市盈率19.36倍 机构评级方面 50%的券商给予买入建议 25%的券商给予持有建议 25%的券商给予卖出建议 老虎证券所在的资本市场行业中 整体涨幅为0.47% 相关个股中 Great Infrastructure in CWTS 29-122028 Bitcoin Depot in CWTS 30-62028 Land Group Holding LTD CWTS 160-62025 涨幅较大 美联储狂野之旅刚刚开始 股债市场需警惕 美联储当前的紧缩政策 是否过于激进 以至于让美国经济滑向衰退 这个问题正在全球市场上 引发不安 最近两个月来 劳动力市场疲软 和通胀放缓的证据增加 表明美联储已经落后于形势 三个月平均失业率达到了4.13% 高于之前12个月的最低水平 触发了SAM规则的50个极点门槛 预示美国经济将衰退 失业率恐大幅上升 新增非农就业 招聘率和离职率都在放缓 首次申领和持续申领失业救济人数上升 在通胀方面 核心个人消费支出 PCE评检指数 连续第三个月路得温和涨幅 美联储需要让货币政策回归中性水平 当前5.3%的有效联邦基金利率 距离中性水平还有很长的路 如果经济衰退成为现实 美联储需要让利率进入宽松区域 即3%或者更低 利息降息可能不太可行 但下一次角色会议 可能降息25或50个极点 未来许多个月 货币政策轨迹的不确定性 可能保持在较高水平 对股票和债券市场的更多波动 做好准备 BOT下化线Biotherapeutics 暴跌5.08% BOT Biotherapeutics BOT S 股票出现异动 股价急速下挫5.08% 爆0.690美元股 换手率0.11% 振幅5.50% 最近的财报数据显示 该股实现营业收入5.27百万美元 净利润-10.81百万美元 每股收益-0.28美元 毛利4.82百万美元 市盈率-0.42倍 机构评级方面 100%的券商给予持有建议 无券商给予买入 卖出建议 该股票所在的生物技术行业 整体跌幅为2.21% BOT Biotherapeutics公司 是一家临床阶段的免疫肿瘤公司 正在开发利用先天免疫系统 和适应性免疫系统的力量的肿瘤靶向疗法 其产品管线候选者 基于公司对随系生物学 和癌症药物开发的深厚专业知识